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来到六月份 即是二二年过了一半 天气热来说,对于这个 Podcast 都是有点影响 之前天气凉凉的就没所谓 完全就很舒服地去录音 但一到夏天就麻烦一点 因为你要把隔音做好一点 就要把所有的窗门都关掉 迫在房间又不敢开风扇和冷气 因为一些低频的声音会很敏感录在咪里 你会听到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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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下去会不太舒服 所以没办法,夏天录音就会辛苦些 想像自己好像去了焗桑拿来录音 所以夏天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一枝咪一杯茶 还要加多一条毛巾 要录录一下去抹汗 如果遇到那天是酷热天气 就真是热上加热,再加上好焗 你知道啦,录音都要些时间的嘛 没办法了,忍一忍录多几集秋天就来了 既没有金毛,也不是私王 大家好,我是夏天的时候在桑拿房录音的谢信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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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关于夜晚做家务 引来一些回响声音 就是说很怕鄰居深夜才来洗衣服 很吵 我说的并不是这么晚的时间 我也很有功德心 去到这么晚当然不是洗衣服 也不是去吸尘等等 只是摺一下衣服、抹一下东西 其实都没办法 虽然你说是享受宁静的时间去做家务 另一方面来看都是逼不得已的 试想下下下班回来你要煮饭 不是说天天都买外卖 不仅人时都想健康点 就算你要撒一棵菜 你都要去洗一下浸一下 之后你要休息一下冲凉 可能搞搞买卖都已经10点 才有少少的时间 但是堆积如山的衣服 你看到又不忍心不接它 我是很怕很乱的环境 怎么都要收拾干净 忽然间你看到地上有点沉 你又抵不住颈 又会想清洁了它 搞下搞下可能就已经有11、12点了 什么都没做过 这样又一天的过去 说到煮食方面我自己来说都算挺喜欢的 所以我就绝对不是外卖人生 无犯家庭的人 自己简单地都会喜欢下下厨 当然一些很复杂的菜式就要留下放假 有时间才去处理 相信喜欢煮食的朋友都知道了 煮那下其实就不烦也很快 有什么麻烦呢 麻烦在你事前的功夫 去切各种配料 或者去洗各种材料 其实都很花时间的 那煮完吃完之后 最麻烦的步骤就是洗碗了 很多朋友懒煮的原因就是因为怕洗碗 而我来说这两样东西我都喜欢 有些人就说我只是洗碗 我不煮饭的 另一派就是我只是煮饭不会洗碗 我就是不喜欢做选择 加上这两样东西对我来说都不太反感 那洗碗的话 可能一洗都起码三四个字 带劇一起进去看 再加上吃饱饭 都要消化一下 没理由坐在这里 站回三四个字 又可以煮一下 对我来说都挺享受的 相对来说 站在这里对消化又好像好一点 所以洗碗交给我 而且我自问洗碗都叫洗得很干净 这个位置又可能有少少强迫症 不过洗碗来说我又有我自己的既定程序 首先是很怕坑渠会堵 所以垃圾我都真的清得很干净 就不会拿水冲 而另一样东西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话说早一两年的时间 我的手忽然间就濕疹得很严重 直接是十只手指都生了很多泡泡 而且间不中会痕 泡泡干了之后 就令到整只手就好像炒皮 从此进入恶性循环 干了之后又起 干了之后又起 后来好彩这个问题解决了 关于湿疹这件事就留下我再跟大家分享 回来说洗碗 那时候就没办法了 不可以不带手套去洗 不过你知道 有时候带那对胶手套 都是会滲下滲下滲下水到手上 对于湿疹的患者来说 其实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去到现在来说 我洗碗都是比较麻烦一些 就是先会戴对布的手套 才再戴胶手套去洗碗 看上去是真是几麻烦 但没办法 你没有患过湿疹 你是不会知道那种痕 是真是痕到入心入肺的 讲得那么多的家务 我自问都算做得OK的 照顾自己的能力自问是不错 就令我想起小时候去读书 住过的寄宿家庭 带给我的回忆是不算太好的 话说那时候是中学鸡的阶段 那就在澳洲读书了 但是年纪就尚小 没得是立刻说要租屋住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只是可以去住寄宿家庭的 当时你去想象寄宿家庭的生活 总是有很多美好的 例如那个妈妈很好 当你儿子照顾你 又可以和她不停说英文去交流 可以令你的英文进步得很快等等 在去之前其实有很多这些幻想 我当时就是去perf 下机那一下已经是没有接我的了 就是由学校的代表找了司机来接我 去到这个妈妈的家 进去之后基本上都很冷淡 在那间屋里说了两句 她就带了我去另一个地方 咦?为什么我不是住在这间屋的吗? 原来这个的妈妈就在她的屋后面的空地 再建多了两间小屋 这样就是接待这些留学生的 其实已经是很失望下的了 进到那间屋里 另一边的屋就未去 未知是什么人 而我那间屋呢 还要是和人同房的 是一个的新加坡仔 另一间房的呢 是一个的香港人 他就和一个印度仔一间房 总之呢 就四个人一间屋 基本上是四个字 自生自灭 港就说会包夜晚那一餐 但是夜晚那一餐呢 过到去去吃呢 真是狗都不想吃的 那些的西兰花是白萨 再加上那些三色豆 同样是白萨的 最多加多两滴盐 就是这样 配个饭加少少汁 非常之颓废的晚餐 那你有可能会问 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常交流呢? 他家里的家庭状况又怎样? 有没有小朋友? 基本上呢 是很少有机会见到他的 而且我们除了吃饭之外呢 是很少会有机会 进到他的家庭 所以见到他们一家人呢 是很难得的事 我只知道他的女儿呢 是比较肥妹仔一些 见过一两次那么大把 那你说包了晚餐之外 包的早餐又怎样呢? 是十年余一日 就是荒包加牛奶 连那些果汁都要自己准备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我的寄宿家庭生活了 晚上有什么做呢? 就是和一些室友一起聊聊天啊 玩一下Game啊 这样 所以这个回忆来说呢 都很差 而见到他 除了说吃饭的时间之外呢 另一个见到他的时间呢 就是过来我们的家里收钱了 每两个礼拜就过来收一次钱 那一下呢 就会是最客气的时间了 又令我想起 如果他那天很忙 不在这里煮饭又会怎样呢? 就会留下一些钱 给我们是叫披萨吃 你想想 成七八个留学生 一起过去吃完披萨回去 我觉得自己呢 好像那些圈养的动物那样 定时过去吃饭 定时就离开 整个感觉真的非常之差 但当时的寄宿家庭呢 现在想起来 都真是不知道自己是怎样 熬过去的 虽然我自己呢 就很不幸一下啦 但是 有个朋友呢 在美国的寄宿家庭生活呢 和我是完全反过去的 只可以说我是不幸一下啦 他的寄宿家庭呢 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关系啦 住是住在他们家屋那里 而并不是故意建多两家屋来赚钱啦 整家人呢 加上他们的子女 都对我的朋友是非常之好啦 初到步的时候 是会开车带他四围去啦 一些著名的地方啊 或者附近一些的超市啊等等 都会带光他去的 而礼拜六日呢 也都会和他们一家人呢 去各种的活动 听下去都觉得很温暖啦 是不是 所以 他是并没有选择住到 够岁数呢 就出去租屋住 而是整个的大学过程呢 都一直在这个寄宿家庭那里生活 而去到毕业的时候呢 要离开了 整家人对他都是依依不舍 直情当他儿子那样啊 会特意过来香港探他啦 又或者是我朋友有时间呢 就会回美国探这一家人 直情可以上了契啦 是不是 那除了探来探去之外呢 他们呢 是经常呢 是send message 是去聊聊聊天啊 哇 我的朋友真是 前世做了好多好事 才是今世 遇到那么好的寄宿家庭 令到这个大学呢 真是烦少了好多的东西 这个呢 是我第一次的寄宿家庭的感受啦 就是澳洲发生的 另一次呢 就是在加拿大 就不太算是寄宿家庭的 只不过在加拿大呢 留了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啦 既是读了个很短的course啦 另一半呢 是去玩的 那当时我呢 住了两个的家庭 第一个的家庭呢 就是个朋友帮我找的 在一个斯里兰卡的家庭 是不是很特别呢 因为当时去得比较急一些 一些的房间呢 很有限啦 没办法之下 就去了这个的斯里兰卡家庭 因为相对又便宜一些 那就任何东西都不包的 你只有一间房那么多的 即使你说煮食呢 都不可以用他们的厨房 所以当时的我呢 就是外卖人生 我记得呢 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印度教的佛像啊 或者他们的装饰啊等等 那整家人呢 都不算是好友善的 非常之cool 而据我朋友的了解就是说呢 在地下呢 有一个呢 是推着轮椅的老人家的 但是他就不是那么想见人的 就令到一楼呢 是一个神秘感 我都不可以随便走来走去啦 一回到去 基本上就是直奔二楼回自己的房子了 和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气味方面 他们呢 都是一个很喜欢吃咖喱的家族来的 还要是那些很浓香料的咖喱啦 所以呢 整间屋呢 是离慢着那种温暖的咖喱感觉 我当时去是冬天啦 入到去 基本上呢 都是开了暖气的啦 现在想起都很搞笑 我相信我那时候呢 那些三副鞋物呢 应该都全部分晒那阵的咖喱味的啦 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离开了啦 因为呢 有另一个的家庭啦 因为呢 现在去了另一个的location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中国的家庭来的 不过呢 就非常之烏味 没有任何规矩的 你可以去煮饭 也可以整间屋里游走 因为他们的一家人呢 工作很繁忙啊 不是经常都会在这儿 就算回来都是夜晚很夜的时间 带着小朋友每一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样 不过他的小朋友呢 就真的很可爱的 为何说房子好像乌乌乌乌那样呢 因为呢 你可以感受到那些街砖呢 是真的千年没抹过啦 厨房呢 那些油漬呢 是很厉害的 那你知道外国的家庭啦 在厅啊 楼梯啊等等都会铺地毡的嘛 那张地毡啊 真是不敢想像有多少灰尘在那里 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煮食咯 以及自己的房子都算挺大一下的 清洁就自己做好些啦 没办法啦 很多时候呢 我就霸了整间屋啦 有时候可以到厅那里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做些事 就不用困住房子那么焗嘛 想起呢 虽然是骯髒一些 在加拿大遇到的两个家庭来说呢 应该都是中国的这个家庭呢 是好一些 虽然说他们比较忙啦 但是有食啊各样呢 都会预埋我啊 会一起煮饭啊 那种感觉更加像朋友一些 还有可以见到呢 他们是真是很努力 希望呢 可以在加拿大留得低啦 也都好给心机去赚钱 去存好多的钱呢 去寄回去中国呢 给他们的家人 可以见到 他们是真是非常之那么努力的 所以 要我残酷二选一啦 有机会的话 我会想去澳洲多些 一定是加拿大多些呢 当然澳洲的天气呢 是更加之舒服的 但是如果给我选呢 不知道是不是在加拿大的感觉 比我更加好呢 当时在多伦多来说呢 遇到的人和事呢 都是很好的啊 令我觉得挺温暖的 所以 嗯 残酷二选一 我应该会想选加拿大先啦 加上去美国去玩 又方便啦 计划 我当初在去构思 《煲剧王 Drama King》这个环节的时候 就要想一下 有什么剧会想讲呢 自己看过些什么很精彩的作品 是一打算就会想起的呢 这一套呢 是我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 好了 终于来到第四 Earth 31集可以私心推介这一套日剧 话说这一套日剧当时在06年推出时 是非常爆红,总共有11集 平均每一集都有超过18%收市 你想想当时的日剧竞争是很大的 而又因为太红了,两年之后再来两集的特别篇 收市当然都是劲爆了 之后红尚加红再来两个电影版 分别在09年和10年推出 票房当然就是顶呱呱了 我记得当时看完这么多作品 由剥剧再到特别篇 再到最后的最后,电影版 完结的时候是有种失落感 今天终于到来了 为大家私心推介这一套我最喜爱的日剧作品 但听刚才的数字都觉得很夸张 这一套其实是由日本漫画家 二知公之子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电视剧 当时更是富士电视台的月狗 给了这么多牵士 大家都应该猜到,对吧? 就是《交响!情人梦》 我的第一代女神野田梅 《交响!情人梦》 当时除了看完这么多的剧集之后 他都出了很多花碎给我们去看 我自己来说,应该都起码看过两次以上 连了所有的剧集,SP和电影版 都给了我一个非常美满的回忆 很感动,很搞笑 有什么好看呢? 请容许我今集的环节 为大家慢慢介绍一下 这一套电视剧由于漫画去改编 但在漫画角的一些很夸张的桥段 例如高空飞踢 打人打到整个飞起 都有全部保留 以整个故事来说 是非常温暖 每个人物之间的角色都很鲜明和很丰富 这个故事又怎样来呢? 作者二知公知子就告诉我们 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网络上 他认识到一个叫野田梅的女孩 让他看到房间后 发现很惊讶 在垃圾堆竟然有个钢琴 整间房很乱 一边又有很多垃圾 一边又可能有盘花 在琴上又有些sake 整件事和我们所想象中弹钢琴的人是很不夸的 不过 虽然整件事加上很不夸 但在野田梅的世界来说 弹钢琴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件事 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而他的生活也觉得比较颓废一些 吃完很多公仔面放在这里 又喜欢看漫画吃零食 他弹钢琴是因为喜欢和享受 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多高贵的身份去弹 他只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地弹钢琴 这就是作者去创作野田梅这个角色的原型 交响情人梦这套日剧 除了你说是很搞笑的校园作品之外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不认识古典乐的朋友 都是多了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当时的我真的听多了很多古典音乐 和上网学了很多关于古典乐的知识 还有当时是不认识指挥究竟有什么作用 自己弹就行了 为什么有个指挥画来画去呢 看完这套日剧之后 就发现原来指挥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亦都可以在他的带领之下 令到整个乐团的运作很顺畅 这套日剧的男主角千秋真一 就由玉木宏去主演 当时他绝对是男神的级数 是全盛的时期 千秋学长就拥有个人的音乐天赋 他的能力其实是应该要去欧洲发展 不过他小时候就遇过空难和船难 所以他无法搭这两样交通工具去到欧洲 令到自己只可以留在日本的大学学习 在一次偶尔的情况下 他经过钢琴科 忽然间见到一个钢琴才能非常高的人 但同时又不肯好认真弹琴的野田妹 就是这样他们两个就相遇 而野田妹这个角色就是由上野树里去主演 当时他真是超级可爱 加上他的招牌冬菇头 一执的头发一定要飞起的 真是超级可爱 要说多一点这个野田妹 野田妹虽然是个钢琴的天才 原来乐谱看一次就可以记熟了 亦都弹得很好 但他就很邋遢 不喜欢洗澡 不执房 亦都很多古灵精怪的idea 和会死前烂打着千秋学长 和千秋学长的性格可以说是相反 一般转转 而千秋学长又是一个傲娇的性格 他们两个之间的相遇是那么有趣 亦都很欣赏大家的才华 千秋学长在野田妹身上看到他的优点之余 亦都很希望他可以更上一层流 而野田妹知道了千秋学长的背景之后 很希望可以帮他克服到心理的阴影 可以真是好好去欧洲发展他的古典音乐事业 整个故事是很出奇地非常干净 同时也是充满纯爱的感觉 一些阴谋都没有 这部剧是不需要郑子诚的出现的 所有故事中的人都是很善良 为了梦想很积极去向上 关于主角的故事 容许我稍后再讲 现在先讲下配角 因为一套好的作品 除了主角出色之外 配角的精彩演出 亦都可以为作品加更多的分数 在交响情人梦 每一个配角都很出色 率先介绍的是小出位界 它是很爆的 一来是一个爆炸头 但上面是夹着一些很可爱的发色 充满着少女感 再穿一条喇叭裤 造型竞出 他在整个乐团 那里是负责打定音鼓 同时呢 同时他亦都喜欢千秋学奖 所以和野田妹的关系 亦滴亦有 但很遗憾的是 在上位的路上 小出位界被爆 观追和性侵未成年的女性 所以她的演艺事业 暂停了很久 去到现在 虽然签了新的经理人公司 都需要很多时间 才可以再次回到观众的视线 第二位的配角 现在已绝对不是配角 是一线的男主角 就是英泰 他当时也很爆 发型是成头的金发 穿得很rock 但他是拉小提琴 本身他不喜欢古典乐 但因为千秋的缘故 就决定要鑽研古典乐 在剧里面 他走傻仔路线 和搞搞笑笑 另一位也很厉害的配角 就是水穿麻尾 同样地他也是拉小提琴 也是交响乐团的首席 很记得他当时 表演时穿着一条红裙 非常有气质 不说 真的以为他真的很懂得拉小提琴 而另一个很厉害的配角 就不用说了 一定要数到这位阿叔 就是足中殖人 这位阿叔 在剧里面 就是扮一个外国人 经常要戴着一头假发 说日文又要说不正 因为他是扮一个外国人 在剧里面 他是一个天才指挥家 带领着千秋一路去进步 这一面是他的才华方面 但另一面他是个色彩 又喜欢喝酒 和整天都很想摸别人的屁股 这些是不要得的行为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配角都很出色 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回来说回故事中心 一套精彩的作品最重要是什么 韜韜并不是个奴 而是个剧本 这个纯爱的剧本 就令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流出现 很清新、很脱俗的感觉 当中除了有亲情之外 有私生情、友情、爱情等等 全部都是非常温馨 你看着日剧时的感觉 就好像在四五点钟 晒太阳那样 不会太晒的 而是很温暖 最重要还有两个字带出给我们 就是青春 青春是什么呢? 就是要挑战大了不敢做的事 在这套日剧都表现了很多 很多疯狂的想法都是因为有青春才敢去做 试问你去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你还敢不敢去搏呢? 你有家庭在背后 有小朋友在背后 有年纪佔大的父母在背后 是令你没有那么多勇气去挑战不可能的 我特别欣赏的 是作者可以很完美地写出了 千秋学长和野田妹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一加一大过二的 他们之间的那种联系 亦都是我自己来说 很渴望和很向往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来说一下野田妹 基本上在很早的时候 她就已经爱上了千秋学长 而去到有一幕 就是千秋学长在指挥乐团的时候 野田妹在台下 看到台上的千秋学长 是非常有型 非常有型 非常有型 但是在野田妹的眼中 千秋原来是这么遥远的 就在那一晚 她很不甘心的时候 天才指挥家法兰茨 即是足中殖人主演的角色 她特别来到这大学做总监 她就跟野田妹说 这个程度的你 是没办法跟千秋在一起 对于当时的野田妹来说 她是很希望在台上 可以跟千秋一起合奏 而跟千秋在一起 亦都是她当时人生的一个梦想 所以她在帮助了千秋 克服搭飞机的问题之后 自己亦都是开始主动 认真地去面对钢琴 之后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拼命地去练习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可以跟千秋一起去留学 而她亦都决定去巴黎 希望可以有一天 可以跟千秋学长系同台 去到巴黎之后 她遇到一个叫孙瑞的对手 这个对手是很厉害的 彈钢琴 所以野田妹是非常不甘心 因为自己明明努力了这么多 终于来到巴黎 但是为何撑一步呢? 为何千秋学长好像永远都追不到呢? 于是乎她是拼命地去练习了 而她亦都没有想着去依赖千秋 她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和用自己的方式 希望可以赶得上千秋 可以见到野田妹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看到我亦都很心疼 因为当初的她 钢琴是很轻松很愉快 但是后来 当她要认真对待钢琴的时候 她好像在钢琴之中 已经是得不到快乐了 而轻幸的是呢? 虽然去到巴黎之后 遇到各种的问题令到她很挫败 但令她重拾对音乐的热情 除了因为千秋之外 她自己都渐渐明白得到 在台上得到认可的掌声 是使得她很快乐 亦都很享受到音乐的 在这里不妨说少少的剧透 就是野田妹很希望 可以成为钢琴家和千秋学长 在台上合奏 当时是用了很长的篇幅去说这一幕 是看到我哭了几分钟 而千秋方面又怎样呢? 她其实就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些什么 要怎样去努力 虽然会有迷茫的时候 但基本上都是很淡定去面对的 但由于她的傲娇性格 对于野田妹的感情来说 就总是说些不说些 而千秋也是第一个发现了野田妹的才华 当时她其实已经对野田妹是一见钟情 不过因为傲娇了 就死都不肯说 但是她又会无故帮野田妹去收房 又会煮很多东西给野田妹吃 之后她们两个弹双钢琴合奏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彼此感受到大家的心意 不过当时千秋就处于人生的低谷 因为无法出国 慶幸的是在野田妹的大领之下 认识到法兰芝也开展了她第一次的指挥机会 之后野田妹也帮她克服了各种的阴影 千秋决定要去欧洲发展的时候 每个神黎发现自己 原来已经不可以缺少野田妹在身边和她的钢琴 更重要的是她觉得野田妹 是应该要走去一个更大的音乐舞台那里 去展现她的才华 虽然当时的野田妹就扭扭扭扭扭 不肯认真去学习音乐 但是千秋都是要逼野田妹 跟她说要一起去欧洲 好记得在头几集的时候 当千秋把野田妹拉出幼稚园的时候 野田妹当时是拼走她的手 我当时是真是很怕千秋不坚持 就是这样放弃了野田妹 因为人是很容易就放弃的 特别去到关键的位置 不肯去走多步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但幸好的是千秋坚持着 拉野田妹去到钢琴面前 要她弹一首歌 亦都是因为这个坚持 成就了她们的爱情故事 和她们两个可以一起去进步 你可能又会问 拍了这么多剧集 之后又SP又电影 会不会越写就越差 我可以答你 去到电影版才是一个精髓 亦都很好地为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一篇先是讲一下千秋 如何买出成功的一步 而去到最后就是关注野田妹的成长 其实她要克服的东西 真是比千秋是多很多的 好记得千秋是个剧跟野田妹说 我是不会在原地等你 你需要跟我一起去飞 我们要一起游走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那里 而我们之间既是独立的个体 同时又可以躺开心飞 这种这么完美的关系 真是很葡萄 是不是很希望现实之中的另一半 都可以与你一个相同的目标 可以一起去进步 一起去成长 绝对是鬚眉的感觉 又回来讲下个剧 因为它是古典乐 你都知道日剧的制作很认真的 所以开拍之前的三个月 所有的演员都有跟老师去学习音乐 特别是指法方面 你知道近镜就说可以避 但你拉远镜也要弄几下 所以我们看他们在台上合奏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很真的 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去学 而一些花水那里 都见到上野树里 close up的时候是由老师去弹 但拉远镜之后 上野树里是真是很认真去学古典乐 就并不是乱弹 更加讲到野田妹 在后面的电影版 练琴练到手是发炎 配乐方面 除了有很好听的古典音乐之外 里面的soundtrack 我们听到现在 都是偶然拿出来听的 每一首歌都是很正 很适合 一路做事 一路当背景音乐去听 负责配乐方面 这个人轻很厉害 就是由福布龙枝去处理 看开日剧都很熟悉这个名字 而有些认真鑽研过钢琴 这件事的朋友就说 在个剧那里 种种关于练琴 比赛或者对音乐的态度 都是学音乐的人 在现实中一定会发生过 所以整个的剧集是很真实 当然也是很等本 特别是后来的电影片 你知道弹古典音乐的场地 是多豪华 加上各种音乐 去到巴黎取景等等 全部都是笑钱笑得很厉害 除了音乐好听之外 《交响情人梦》也很搞笑 好像野田妹 就是一个很搞笑的存在 是一个傻妹仔 总是有很多怪思想 就令我想起现在很红的一套动画 Spicing Family的Anya 古灵精怪就是她 再加上剧集 加了很多漫画的元素 例如野田妹 她整天都很想抱着千秋学奖 但千秋就可能一个飞拳 或者将野田妹整个扔走 这些很漫画的元素 都可以在剧集表现出来 都是真的很好笑的 可以说几位演员 反白眼、反白眼、夸张的表情 全部都做得很好 除了好笑之外 有一个位置 我哭爆 除了刚才说的野田妹 和千秋在台上合奏那一幕 另一幕 就并不是流两滴眼水 这么简单 而是哭到整块面都是 眼水不停流不停流 那一幕就在河堤发生 就是野田妹在河堤上走 和千秋在说电话 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忽然间千秋出现 在背后抱着野田妹那一幕 背景还要是一个直扬的时候 再加上音乐响起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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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那你说当时他们在电话说些什么呢? 这里就不剧透了 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看剧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其实交响情人梦 就不止在日本那么受欢迎 之后更改编成为韩剧版 叫做明日如歌 我看过几集都是棄了 真是搞不定 而在中国早两年都改编了这部电视剧 不过根据一些评分系统看到 成绩是惨不忍倒的 今天就为你推介我最喜爱的日剧 《交响情人梦》 有时间的话 请你请你一定要去追看 最后循例上都要做个呼吁 首先是订阅和赞好借信二三次的各个社交平台 之后如果可以的话 付少少金支持我 等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最后的最后是给五颗星 《重性圣封成直播》 所有传送们在资讯栏提得到 多谢 交響情人梦的可贵之处对于我来说 是千秋学长和野田妹之间 他们两个是处于一种互相救赎 互相进步的良性相处方式 我觉得是在成人的恋爱当中 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大家对一个很成熟的思维 不会去依赖对方成为对方的负担之余 亦都是勇敢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同时亦都要扶持另一半去帮助他成就他的梦想 也都令我明白到生活之中永远有很多不得已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 自己做了些什么落了些什么的决定 都是自己去负责的 就算是落错决定都好 都要继续勇敢前进 不要停步 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你未到最后 你不会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的 这个只是你人生的过程来的 小小苦楚等于激励 在未来一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事情 等着你的 放心一定会有 相信我 这样呢 隐碧好 收集 首总